一起搖擺 三二一啪 三二一啪 Saturday Night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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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你航行去 欢迎各位 就是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没错 来 各位可以直接出来了 来 各位少侠 各位少侠还有女侠 来 请 这个是我们好六五零 今天要请各位来 是来喝早茶 看到这里有没有一点熟悉 各位 这个好像是个非常著名的 电视剧里面的场景 你的车 是什么电视剧呢 你的车吧 连换楼 连换楼 哈哈哈哈 可以来逛一下这边这个莲花楼 哎 真的是一比一还原 他是不是有一些细节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这个那得房主房车主 房车主来来来 这个是莲花楼 大家去看莲花楼 像这个地方他是干什么的呢 这一般是李莲花这里做饭的 李莲花在里边做饭的 我们偏中式的 这是个西式的餐桌 吧台 而且我看这个房车上面 这个还有一个这个狗的这个屋子 对不对 这是我们另外一个小群 狐狸精 这只狗叫狐狸精 狐狸精 狐狸精 千斤不换 狐狸精 我的狗狗 这个屋子挺有意思的 就一般就是迪飞生跟那个狐狸精 一起住在里边 他们老抢这个屋子 整个房车是几个人住呢 平时 我一人一狗 一人一狗 我自己一个人住 我俩属于蹭住那种 还有狗狗 然后这个车就是可以走 所以我们就一比一 还原了一下这个场景 很棒很漂亮 李莲花在这个剧中是饰演一 一位医生是吗 啊游医 他的身份比较多 又是楼主又是身份比较多的 嗯 又是医生 就是多重身份的那种感觉吧 各位也别站着了 来我们这个好类伍你坐吧 坐吧来来来来来 吃饭啊各位请坐对对对 真的是吃饭 真的是吃饭 真的是吃饭啊 放松一点我看 义哥好像还有点 而且没睡醒的紧张的感觉 是是挺紧张的 还要慢慢进入 好久一年了一年了来了啊 上次来什么时候 上次来是去年的时候 去年的时候 去年去年 这次 哇 你去年就来了 我去年我这就来过一次 来来来来过好几次了 有种见家长的感觉不知道为啥 非常谨慎的坐在这 这都可以吃的啊 都可以吃都可以吃 好饧盛啊 早知道有这么一趴 我早上就不吃早饭了 对这个应该是有很多特色在里面 包括还有剧里面的一些特色 对不对 一个 这一看就比我早餐要好吃的多 嗯 看看啊 我介绍一下我们广东特色吧 这虾饺 这是齿子排骨 对对对 蛋挞 那凤爪 一哥哪个是你们湖南的特色 这个 这是我们湖南的特色 这是我们糖有饼吗 这个是呃 一般早饭吃吧 啊早饭吃的 早饭会吃的 这个是甜的对吧 这个是咸的 这个就是甜的 糖有巴巴很有名 那个是臭豆腐 臭豆腐 这我们湖南的特色 这个是很有名的 嗯 这个好像是剧里的一个特色 对不对啊 好 我知道了 就是 就是 这是联网啊 李小花喜欢吃糖 哦 那这个红烧肉呢 红烧肉应该也是 李小花做的吧 李小花 李小花 能对我想的 他是李莲花的拿手菜对不对 嗯 对 李大侠要把那个干碗 哪个 红烧肉 哦 这看着就太硬了 太硬了 大早上大早餐吃这个 挺好的 可以边吃边聊哈 可以边吃边聊 来吧 那要不先动动筷子吧 来吧 对 嗯 这个是什么茶 应该是 没没没我 你 这个汤是不是也有讲究 这是什么汤 为什么里面有辣椒啊 啊 这是李莲花做的 就叫辣子 辣椒莲子根 试一下 好好好 辣椒莲子根 就李莲花是特别喜欢做黑暗料理的 就研究新菜 啊 然后让我们俩尝试 但他又是一个没有味觉的人 有意思的点就是我没有任何味觉 所以我吃他做的任何菜都觉得好吃 他就吃不了 生活中就特别需要像顺瑶这样的朋友 因为自己也中毒了嘛 就无感尽吃了慢慢的 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到底怎么样 这边都是黑暗料理 都是你做的吧 对 可能是 连夜做的吧 这真不是我做的 这个节目所做 来吧 吃饱了 开始玩吧 非常用心 那话不多说 我们可以先开始第一个小游戏 各位都穿的这么古风 我们这个游戏就叫做少侠驾到 嗯 驾驾到怎么玩呢 我们就会有四个人说 少侠驾到 比如说我指到 一个古道 然后 你这个时候就在中间 你就作为少侠了 少侠驾到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把你的马停下来 我们就做一个抓缰绳的动作 对对对对 就是这意思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和顺息呢就在旁边 我往右边滑 然后顺息往左边滑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嘴里要说 黑手黑手 好 可以非常简单吧 输了的怎么办 输了的我们有 输了的吃一块红烧肉 也行 也行 不过我们今天有更狠的 还有比这更 还有比这更狠的 就是今天呢 我们有一个盲盒挑战 今天呢 我们准备了一份这个仙草冻 各位有吃过吗 嗯嗯嗯 仙草冻 然后这个仙草冻里面呢 大家都知道 可能要往里面加料吗 有什么蜂蜜啊 红糖啊 这些 但是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些特殊的料 这都要吃一口 什么少侠驾到是吧 少侠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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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你会不会啊 一个字一个字老外蹦 你会不会玩这游戏啊 游戏可以指三个字的 我可以说 少侠驾 只说一个字 然后你说一个字就行 你就先进阶吧 别一向来这么高呢 这个 顺西进阶 来个简单音 你们热热场 那个顺西这个玩法我知道 是可以这样玩的 但是我们的玩法是少侠驾到 是这样的 你指谁谁就要说一个字 我要说一个字对吧 对 嗯 就是少侠驾到 你就这样 少侠驾到 我也都是 好 没有 就这一次我们可以先体验一次 可以先体验一次 可以先体验一次 那我们就来一个 先进阶 咱们先进阶先体验吧 先体验吧 0.5倍速 因为这个肯定我得把这全 那个 那个0.5倍速的 好0.5倍速 没错 我们到时候剪 可以剪快一点 来吧 后期帮我们剪一下啊 那就先0.5倍速的 嗯 真正谢谢 少侠 侠 驾 到 嘿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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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说 呜 我得说出来 我得要做动作 因为你是少侠 你驾到了 你得停马 呜 好了 对了 明白了 这个意思 可以了吧 好 嗯 正式带手 哼 哼 夹 夹 你再说一个字 夹 到 嘿秀 他给我走梦了 侠 不可以吗 可以可以 当然可以 但你接下来还要再说一个字 指向别人吗 哦 好 再来啊 你验最后一把 来我们 好 最后一把 感觉大家都快学会了 江 霞 霞 霞 黑手 你们俩是什么 你们俩少侠在哪呢 陶少侠 下道嘛 所以我是黑手 你也是可以 你连说了两个 你也错了 对啊 哎呦冷死你 真的 对得要两个 这两个到了 受不了了 好 那我们正式开始吧 好 来 那一分开始吧 发球 罚什么 罚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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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开始我还没 没没篮我也没有出 还要罚 下来一样 上 上 甲 甲 到 好 黑手 好 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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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先划船 你是 他是少侠 你不用帮他听嘛 好的 义哥要接受我们的一个这个 吃东西吧 对 吃东西 我饿了 我就吃 没有那个 那个程度 讲的美 不会让你吃 我先给各位发一下 我们的这个仙草洞 我 这个上面我不能吃吗 不能吃 可以吃 可以吃 全都可以吃 全都可以吃 就是我们要给他加料对吗 对 就是我们的一个 这个盲盒体验吗 更好吃 来吧 这就往里面 这吃一口是吧 不是吃一口 你先选一个料 就是我们这边有号码 从一号一直到十二号 你要选一个号码 往里面加对吧 那选一个七吧 七吗 确定 嗯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七号里面是什么 这什么东西 这什么东西啊 真是芥末 往里面加芥末 这真的不是我放的 要加芥末多吗 老师 不不不 不用加芥末 哈哈 加一点就行 谁加 这个芥末味好冲啊 谁加 你把那个 我爱勺出来 那拿出来剩下道理 我这个让他自己来加吧 你自己加吧 自己加 这个是我们加料的 这我 这这我长这么大 没几个 哎呦 太好了 味有点冲吧 要不少加点 随便加多少是吧 对对对 我怕你一会喝的喝的哭了 那我少来一点吧 这叫少来一点 这也不算少 把它拌匀了吧 对 也拌不匀 嗯 就是说这个味已经有点 米哥你对自己真的很 这点多了吧 还搅了一下 不是 那是把得弄干净吗 这不得弄干净 吃上了 太成熟了 这个再放我这点 好好放这 我可以闻一下吗 嗯 哇哦 这一大早上就吃这个真的蛮刺激的 提神醒脑 有拉眼睛 戒 戒这个叫什么戒木 现在要吃吗 不用吧 不用不用 我们最后吃 哦最后吃了 来来来 然后刚才是惩罚的时候 我们一个来一个 你再发一个球 笑 想 驾 到 嘿 嘿 后 嘿 然后你继续 照 想 驾 到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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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马上要提速了 只能是一个字是吧 对只能是一个字 提速来吧 谁来 你看 然后想 驾 驾 到 呃 黑手 呃 你的方向反了 哎 哦 因为你在少侠的左边 所以你得往左滑 呃 黑手 来吧 往这边 选一个吧顺悠 选一个 我选一号 一号 我猜是糖 他一定是 哎 辣椒 梅豆腐 这两个味混到一块 这个长的是挺像的 但味就不一样了 我跟你说 哇塞 加一块 啊 多好实诚啊 怎么都这样 我的天哪 来 快继续 你这个应该看自己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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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到 黑手 对 这回对了 哨 驾 驾 到 黑手 哨 驾 驾 到 黑手 驾 是一个人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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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手 为什么老暂停的 驾 驾 驾 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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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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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勉强过关 勉强过关 到下次我们要 黑手 哨 驾 驾 到 驾 驾 驾 他们已经开始玩进阶吧 驾 驾 驾 到 黑手 驾 驾 驾 到 黑手 驾 驾 驾 到 黑手 别指我 少侠驾到 少侠驾到 黑手 来 来 我站错了 没有当过少侠 这个游戏 托令我帮你一下 输了吗 托令我帮你一下 好 那你选 我帮你选一个 谁啊 这汗的玩出来了 这种 太刺激了 这是什么 哦 这个好吃 这个是下一个环节的 对不起 一号和七号已经选过了 你的幸运数字是多少 我的幸运数字是 十一 好 那选十二 啊 那你问我这茬干啥呢 十二号是什么 酸的绿色的汁 不知道什么东西 蒜汁吧 是吗 这个是猕猴桃汁 没闻错的 哎呦 来 他选了一个很好的 好吃的 那往里倒吧 这个加一炒就挺过 这个挺好 因为他其实不影响 这个是最好的 这个最好 这个情法不错的 这是这个搭配最好的 这是顺息帮我选的 嗯 这个真的是太棒了 ok 看你们喝呀 好 ok 那各位 开始吧 尝一下吧 就我们三个有啊 对 嗯 怎么不甘心吗 也也要选一个 要不然这样吧 你也选一个吧 对那你也选一个吧 为什么呀 你也选一个吧 包包莫瑞也选一个 那我帮你选一个 我们一起碰个杯 好不好 对啊 大家一起碰个杯 然后我们正式 好久不见嘛 你那赢过我才能喝一下 为什么要给你骗啊 哈哈 不是 你赢了我 你又赢不了我 哎是这样 我来看一下 还有几个是好吃的 先给我选一个吧 妹妹也选一个 庆祝一下 你说一个幸运素质的那种 酒吧 我喜欢酒 大家选十 真的是酒吗 酒 我看这个包装应该不蛮好 真的 没关系 其实还行 是吗 我们吃粉会吃到的一个东西 哦 苦三吃米粉的时候 对对对 酸菜 雪里红 雪里红 孟芮呢 六 六 哎六可以 这个是红豆 我可以给你加点我的 当然 一哥给你加点红豆甜一点不 你可以啊 还少 哇红豆加芥末加鲜草丼 这个是什么味儿啊到底 一大早上吃甜甜的吗 要不要 我不要谢谢 谢谢 来吧 少侠们干了 来吧 来吧 干了干了啊 欢迎各位来到好六五年 啊 来来 妹妹 开心 先喝一口就行了 谁不是说这只伞的远隔天涯上 原谅 就在江湖世上 少年轻狂 前辈不醉 如愁 尝尝 人间一趟 如梦一场 我会全意要哭了 哇 他真的能吃的进去 有纸吗 哎拿纸 有桶吗 哈哈哈 有纸吗 鹿表了鹿表鹿表了 我看他眼泪都出了 很感动 是因为红豆吗 是因为第一次来到好六五零 而且和这么多没有见的朋友见面 严谨相聚啊 嗯 一定是这样吧 感动 我这个这个芥末尾他 啊怎么那么辣 哈哈哈 加了那么多 你加那么多 可以可以 喝喝喝喝喝喝 加点水渴什么老师 服务员上点水 早贵的给我们加杯水 这也都醒了 你那个味道怎么样 真的还不错 就是豆腐乳吗 嗯 我没看见你吃哎 我一直在吃啊 真的还不错 而且这个黑色的这个特别像 就你说豆腐脑 哦豆腐脑 泽灵的好吗 这个是见面 见面位 是比其他那个 严重很多 我这个和他长的其实差不多 嗯 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 好 太牛了 我低估了 那我们再吃 嗯可以 你要不要缓一下 没事可以吗 好 下个游戏叫做江湖好友 除了我们今天这个美食以外 其实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小小的福利 嗯 就是只要完成这个挑战的话 赢的人 就是可以在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一个叫做六口水的美食店 可以用你的名字来命名一道美食 就是你给他起一个名字 哦 嗯 就是从今以后都有这道菜 对 以后所有来好六街的嘉宾都可以吃到这道菜 就是可以骄傲的说出这道菜的名字 是你起的 嗯 这个还不错 是 这个游戏呢 就要吃到刚才顺席看到的那个美食 江湖好友 就是怎么吃啊 我先给各位说一下游戏规则 就是一会儿呢 你们要给自己的一位圈内好友打电话 然后呢 打电话的同时呢 你要开始吃这个东西 然后吃东西的时候呢 你要让对方说出你在吃东西吗 这一句话 引诱出别人说出这句话 对要引诱出 那不很简单 那不很简单 就叭嘴嘴就完了呀 那你硬 那你硬叭嘴 其实你跟你自己的就是那种好朋友打电话 他也不会特意问你嘛 就你再吃就再吃 我们最终的输赢是怎么计算的呢 我们会计算谁吃的更多 也就是说 一会儿我们会把原始的这个重量放上去撑一下 再把它吃完之后再放上去撑 谁的重量越轻 谁就赢了 就是比吃的多 然后且引诱出别人说话 对 一百秒以内 参与游戏的就是我们的诚意和顺息 一人一盘 诚意先开始 弟弟要不你先来吧 你先来吧 你先来吧 这个 哥哥你的圈中好友比较多 您先来 说不定我朋友连睡醒没睡醒了 那我们要撑一下重量先吧 可以 我先赶紧联系一下我的朋友们 行 好 顺息这边的原始重量是1013 现在就要打是吗 现在就可以打 那我就先尝试一下打给我的朋友 我打给刘雨宁吗 刘雨宁 哦 好嘞 来啊 打开之后我们就开美机 谢谢 是 这是干什么的 是 你 这个是 你 我才在 我是 你 我 你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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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可以 我 你在干嘛 嗯 我不知道 你看啊 你有下午路景吗 你猜我在干嘛 你在干嘛 你在干嘛 在啊 吃饭 你问个问题 你在干嘛 不是 你自己怎么了 我学什么 我学什么 什么玩意儿 你普通话这么擦吧 现在 普通话这么擦吧 现在 我说你觉得我在干什么 你在吃包子吗 问个问题 问个问题快点 逗你了 更贵了 你在吃包子吗 我有包子 他必须要说出这句话 你在吃什么呢 你在吃什么就可以了 你在吃什么呢 你在吃什么呢 嗯 你在吃什么呢 你在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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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什么 换个什么 把什么换掉 你在吃 你在吃 饭 放个砸砸砸砸 什么玩意儿干嘛 我录节目呢 好 时间到 时间到了 对 那我成功了吗 我们现在记中 我先记中 我先记中 你什么玩意儿 你录节目呢 录节目呢 云英哥我们在你好星期六呢 我就是我要求你帮我说出 你要吃东西吗 你要吃东西吧 你在吃东西吧 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 这个很简单 没事 谢谢你啊 行吧 嗯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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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很棒 太难了 其实已经引导了 快到那个方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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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开始的重量是1013 对不对 嗯 现在的重量是 943克 也就是说吃掉了70克 嗯 还行 对 然后马上到诚意了 70克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 就老师一定要说出你在吃东西吗 这六个字 你在吃东西吗 或者他能准确的把这个东西说出来 这个东西说出来 那因为我们的画术引导 他怎么会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的画术引导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是你的声音怎么那么奇怪 因为这个时候他就知道你在吃东西了吗 第二个方向就是你在吃东西吗 对 嗯 好 好 我们先记一下 一哥的这个原始重量 你的这个原始重量是865克 你要打给谁 我打给文静老师 蔡文静老师 然后我们现在拿下来 电话拨通的那一刻就可以开始吃了 手套再改 来 我给一个拿个手套 好吧 我再为麻烦一下别人 你只要超过70克就行 反正我是能吃的老师 但我不会说 就我要把它吃完也是 吃完也行 吃完也行 因为我们时间停止就行 我这多少克 865 怎么比小那么多呢 不不 因为我们是既吃掉的 其实无所谓的 顺息是吃了70克 所以是要免提吧 对对对 没理由 你静音也行 你静音也行 哎呦 哎呦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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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声音是不是得开大一点 喂 是个按钮 哎呦 文静老师 早上好 早上好 文静老师 早上好 文静老师 早上好 文静老师 好诚意啊 哈喽哈喽 文静 我有声之免能在电话里听到你的声音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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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这这这别别 电话充花费了 啊充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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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接我电话 是因为电话没花费了怎么办 这个 不要有点有点突然啊 就是麻烦一下 就是 我啊 啊 你知道我在干嘛吧 知道啊 知道啊 你那个声音你猜一下吧 你在录节目吗 是的 不然你不会给我打电话啊 是的 那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 你在吃东西 你在吃东西 因为你嘴巴不太听得清楚 是不是 是的 你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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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就不能吃东西了 说了就要停 说出来 你是不是在吃东西之类的话 就要停了 哈哈 就失败 哎啊 失败 失败 呃 失败了 失败啊 失败了 失败了 不是引导他说这个话吗 不是要引导他说 那我好像我 我的游戏会是没弄 那我也没弄明白 稍微等一下 我们不是要引导 对面说出来你在吃东西 不是引导 吴德琳 刚刚跟你说 你也是 他玩错了游戏 不是因为 一般这种电话游戏 不是要让对方说出那句话吗 不是就不能让你觉得 别人知道我们在吃东西 然后 不能让对方说出这些话 对 然后他只要说出来 你就你就算失败 是这个游戏是这个 但是我我以为你们改了这个 所以我就拼命问别人我在干嘛 我在干嘛 我在干嘛 那我们俩都没弄弄 我们俩都没弄弄 那个文静老师 弄弄游戏规则吗 你当 你当不知道重新发生一次行吗 好来来来我们这 那个重新走一遍 这样一遍还还能打 还带这样的 这样的 好 刚睡醒了 哎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手机送花费了呀 哈哈哈哈 这词都是固定的 哈哈哈哈 有声音量 我还能叫你的电话 我真的太容易去了 我天哪 你是在录节目吗 我 我是在录节目 我 那我应该怎么办 嗯 那你需要我做什么呢 你知道我在干什么吗 哎 你知道我在干什么吗 我听起来感觉你在吃东西 是不是啊 是 我 怎么玩 来再来一次 来来来来我们再来一次 就是你先别说他在吃东西 哈哈 哈哈 你们装一下不知道 你要点别的 就是这游戏改了 就是他不能让他知道你在吃东西 但你也一直跟他聊天 然后然后看到期间你吃多少东西 一百秒之间你能吃多少 对 哦 实在 明白就是你要尽量的吃 不是我刚才也错了 哦 嗯那好 我也理解错了这个游戏改了 那好 因为瞬息你刚刚已经吃满了一百秒 就让他按我们的那个 我说的那个来你知道吧 那文静老师你就在这短暂一百秒之内 跟一哥聊聊天吧 嗯 好 喂 哎 你在干嘛呢 我去上节目 哦 那一大早给你打电话 你去上节目吗 排队是来星期六了 嗯 排星期六了 好 那我 好溜的家人们 好想你们哦 何老师好 文静老师和你们打着火 何老师还没来 你这是 你这是在拍戏吗 在场拍吗 对啊 我在青岛拍戏 在青岛呢 嗯 好地方 可凉快了 我们这边可热了 啊 你说啥 我们这边有点热和可热了 嗯 吃好多了 吃完了 哪儿啊 长沙吗 对 在长沙了 嗯 你吃早饭了吗 我吃早饭了嘛 吃了呀 早饭可以多吃点 早饭可以 早饭可以 能多吃一点 嗯 好呀 吃那么多干嘛呀 那个文静老师可以说了 你在 你在吃东西吗 是的 我是在吃东西 好时间到 你到底在玩一种什么狠心的东西 对狠心 对你你你不管 好OK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这真的很难应该 真的 那谢谢了 谢谢了 文静文静啊 嗯 不谢不谢 你在看视频吗 嗯 那你要打什么交付 哈哈 他是跟我挥手了吗 对 他给你挥手你知道吗 我疯了 哈哈 不是 不是 太可爱了 下次好下次请你吃饭 谢谢了 嗯 好的好的 好的好的 拜拜 拜拜文静老师 拜拜文静 拜拜文静 谢谢 嗯 太丁了 太丁了啊 你整个嘴上都是红豆腐 哎 好的我们来积一下重量 哎呦 哎呦 谢谢被自己摔到了什么 没有被自己吓到了 行 谢谢谢谢 我今天我觉得我应该吃的比他多一点 我觉得这个游戏吧 我觉得这个游戏吧 泽琳你得跟我一起受罚 行 或者你替我受罚 但是我们这个游戏没有惩罚只有奖励 嗯 七百七十二 八百六十 肯定他赢了 他都吃了这一大半了 确实他这个是 而且他那个因为原始比较小 他原本是八百六十五 现在是七百七十二 二十八加六十五 九十三 他吃了九十三个 我吃了多少 你吃了七十个 OK 你多二十三个 多二十个 好的 好的 扫茶的环节我们就先到这里 嗯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去逛一逛 就是文明已久的好六街 啊 OK 来吧各位 哇哦 这是一个什么 你谈我唱 你谈我唱 这个是谭剑次的店 咱们先来这儿逛吧 这里有一个每次有嘉宾来 都要来这边完成一个环节 可以抓吗 可以抓吗 妹妹抓一个 好 我们每个人要写一个祝福语 然后塞在这个娃娃里面 哦 对 然后之后的嘉宾如果来抓的话 他就可以完成这个 你写的可以是一个祝福 也可以是一个任务 比如说帮我发一条微博宣传 莲花楼 类似的是可以这样的 然后我们现在 下面写 下面写做一百个深蹲 哈哈 来各位可以试一下这个娃娃机 来 女生来吧 妹妹先来嘛 要投币吗 不用投币 免费模式 那我抓一个小狗 这个我 小狗 乖乖 小狗 乖乖 聪明 哦呦 你看 你看 这么快 哇你们这个是良心的 良心老板 我们这个老板就是 给所有来到这的嘉宾都挑拨机器 就是只要你能抓百发百中 小狗 小狗 谢谢 狐狸精 狐狸精 小狗 那继续玩吧 可以啊可以再试一下 我再抓一个 再抓个大的 再抓一个 再抓一个狗狗 丢丢 你来 哦 唱一点 来 各位 要写啊 对 来吧 写一个他们要完成的任务 对 或者是祝福语 哦 就我们就写生成年年火灵花楼就好 多好 对可以 写什么 请帮我发一下微博生成年火灵花楼 对 这个可以 然后要留下自己的名字 没地儿写吧 我写好了 我写好了 好 顺瑶写的是 我写的是唱莲花楼主题曲 好 人家要是不会唱怎么办 现学 我们所有都是这样 之前有来的嘉宾就是要 跳你好听六的主题曲那种 都是直接现学 好 顺瑶写的是 请帮我发微博宣传莲花楼 我就只要写出去了 可以啊 你的电话很多啊 一个啊 来孟瑞 为莲花楼打扣 为莲花楼打扣 好 一个好实诚啊 写了一个祝福 希望他美梦呈现天天开心 好 好好好 来各位交给我就可以 祝天天开心 哇 来莲花楼 来莲花楼 莲花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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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会我们会把它放到这个娃娃里面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到我们何老师的店里面 有何不可 请进 啊你是店员 对我是这个名誉店员 对 然后来这边呢 我们就是要各位就是我们一起拍一个拍力德 然后会挂在我们这种墙上面 然后隔壁就是老地方便利店就是老秦和那个弟弟的店 然后我们刚才不是说一哥刚赢了游戏吗 然后要给自己的那个菜命一道名 请 取个名字 取个名字 专属名字 什么名字都可以 对 莲花楼 就叫莲花楼 莲花楼 好 我觉得可以 因为就是吃到这道菜都会想到这个剧 想到这个剧就想到你对不对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好溜街著名的美食打卡点叫做六口水 然后刚才我们赢了游戏吗 一个可以给自己指定的一道美食来命一个名 这是我们刚才桌上都有吃过的 这个吗 就这个吧 这个 这个就是多样选择 多样选择 饺子 可以辣一点的 这是醋 这是醋 对 然后这个就叫莲花楼 好 就这道菜叫做莲花楼 好 OK 以后所有来六口水 六口水打卡的人都知道这道菜叫莲花楼 我们会做一个标 对的标 谢谢 好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拍一个拍立的好不好 各位我们以这个有何不可这个店铺为背景 然后我们每个人拿一个这个杯子 都一起拍是吧 对对对就相当于打卡的这种感觉 你们在里面 在里面走 好嘞 来我们可以站稍微紧凑一点 来 看这边 3 2 1 好嘞 这个是我们来好溜看好剧的一个环节 可以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 然后也可以把剧名写在上面 好 我写了莲花楼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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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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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美好的江湖印象 来 孟锐 希望莲花楼收视长红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大哥大姐 好 祝莲花楼大爆 好的 我们莲花楼观光团 行程就到此结束了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你好星期六 你好星期六 精彩看不够 感谢观看